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眸向编辑部YouTube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别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眸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 和订阅 亦都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 今节我们就讲一下台湾地区前领导人 他就要去大陆 但是这次去大陆 就肯定是被鹿营 引来口珠不伐的 等着我们讲一下他们又怎样说马英九 其实马英九 真是挺惨的 这个鹿营 以民进党为首 反正台湾地区有什么挫折 都是说马英九的错 包括早前 这个中南美洲国家洪都拉斯 就想和 和这个台湾地区 断开关系 结果 这些民进党的人 亦都说又是他错 说他埋下了腹笔 但是你执政都很久了 执政第二届 马英九都和你一样 当然 马英九做两届 小英都做两届 为什么 搞成这样 当然 你们什么都要赖马英九 这位前领导人 马英九就要在 3月27号 到 4月7号 到中国大陆 制造 并且是率领 青年学子 和 大陆学生交流 亦都成为了 74年来 首位 卸任后 登陆的 即是到 大陆的台湾地区领导人 马英九基金会的执行长 肖旭 审 其实 昨天就开了记者会 说明 这次行程的计划和目的 肖旭审 正式宣布 马英九 将会在3月27号 到 4月7号 到 中国大陆制造 并且和30位 台湾地区的 青年学子 访问大陆 将会去南京 武汉 长沙 重庆 上海等等的城市 至于同行的 青年 就是马英九基金会 大九学堂的 学员 将会前往相关的省份 去看新海革命 对 日抗战等等的相关遺跡 并且 与上海复旦大学 湖北武汉大学 还有 湖南大学等等学生进行交流 萧生 萧玉审 萧玉审 就说马英九 卸任后仍然相当关心两岸事务 在 东吴大学 担任 客席教授多年 亦经常和 陆生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互动 他认为 两岸关系这几年 是处于冰峰状态 两岸年轻人 每增进一份情意 风险 就少一份 达到降低 紧张形势的 效果 他亦说 买最多的军备 都不如 令到两岸年轻人 认识彼此深入交流 说得相当对 至于 马英九的大陆之行 和 蔡英文出访美国的时间有重叠 萧玉审就说 这次制组的行程 早在农历年前已经开始规划 完全不知道有 蔡英文的美国之行 所以完全是巧合 这次是单纯的制组和学生交流 不会有政治性活动 他说明不会有政治性活动 萧玉审也强调 这次前往大陆制组 马英九的三位姐姐 和一位妹妹 都会同行 马英九太太周美清有事就不会去了 行程也不会去 北京 至于 目前了解的就是 台方的 保安工作 将尊重 相关的规划 大陆方面 会 以尊重 礼遇和安全规则安排 并且 和过去的 这个 集马会一样 在台湾地区叫马集会 我们用集马会的 那就是 以马先生来专称他 其实 马英九有没有犯错 没有 没有的 因为 马英九的出境 管制期限 已经戒满 不过 如果要前往中国大陆 必须依照两岸人民 关系条例 在出境前 两天 以及反台后七个工作日内 向 这个 小英 申报 不过 并不需要核准 所以他没在27号 你现在这绿营 立即吹他 说他不申报 27号 25号才申报 两天 出访两天之前 是吧 反台后七个工作日 都没有反台 这次真的是 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 关系紧张的时期 而且 他们已经说明了 这次行程 就不会跟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面 其实 马英九 这些绿营 个个都在罵他 其实最惨就是他 这么多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他做的好事很多 但是 个个都在罵他 到今时今刻很多人都说 小英不够是因为他 这些人是什么人 好似 这位民进党籍的 民意代表 黄丁宇 黄定宇 他 说话很过分 他说 马英九这类人 来了台湾地区一辈子 还以中国为根 有什么问题 一说到这些我就很容易睡 台湾是中国部分 就算 我说一下就算我们在外国 以中国为根有什么问题 他就说 马英九将 本岛 台湾地区 为暂居置地 谁说的 如果 是暂居置地 他回大陆 其实他在香港都可以 他可以领香港身份证 只能 提醒当过这个领导人的马英九 三个 不要和一个密忘 三个不要是什么 就是 不要 呼应中共的反台独 他说明是不说政治的 你现在 就逼人家 监人奶后 就说 因为中共的台独 是包括中华民国 台湾 维持现状 呼应中共 的反台独 是对中华民国台湾的背叛 我全部引述他 第二就是不要呼应中共的九 二一中 就是所说的九二共识 但是他们 就是 是说九二一中 又是 夹大私货 就说因为 这个是将 台湾 2300万人的未来 锁入 中国大陆的内政 将会是 断送 台湾 国际 奥援 这个是 打脸 声援台湾的 国际民主阵营 更是对台湾 人民的背叛 就是卖台 第三是不要说出 台湾前同由两岸 人民决定的蠢话 人家都说不讲政治 你要磨碌 就马上 其实就跟西梅一样 就是说到 他一定敢说 不过很帅我监督他 不然他肯定这么说 这些蠢话将会是2300万 民众的前途交给 12亿人的中国决定 不好意思 中国是14亿 哈哈 就是中国大陆 准确点说 中国大陆是14亿 人的 12亿人 他还说12亿人是14亿人 梦L 有没有常识的 就说 受识 12亿人民的决定权全部都是 中共习近平一党一人手上 最重要 这个 黄定宇又说要提醒马英九 勿忘自己曾经是台湾地区领导人 不要失格 你这个人 经常做些 你做蠢事做得最多 这个人 当然这些六媒当然不会放过他 其实由卸任到现在 马英九一定是会被 这个 民进党是告到底的 之前都是 怎有公平 言论自由 这些骗人 勉与恐惧自由 其实是没有的 我们看看 这个马英九 湖南去哪里 就是商谭祭祖 南京 中山宁 当然也说明了 就是没有 跟 习近平见面 其实 2015年11月7日 马英九曾经跟 习近平 在新加坡举行历史性的 这个 集马会 这个也是 49年以来 两岸最高领导人 首次举行峰会 为了避免引起政治争议 双方会谈 都是 避免使用 总统 或者是主席 约定两个人是 互称先生 和领导人 在当日的晚应结束之后 双方握手话别 习近平 曾经向马英九 周比达 后会有期 不过马英九基金会 这次制造的行程 没有 安排 和 习近平见面 其实 马英九 卸任之后 原本受到 这个机密保护法第26条 出境 管制三年的限制 即将戒门 应该是即将戒门之前 是 19年5月10日 民进党政府再次修改条例 几乎格 授权 核定机关 可以延长三年并且 以延长一次为限 所以 蔡政府延长对 马英九出境管制两年 其实已经戒门了 马英九当然 亦 成为了首位 访问大陆的 卸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你说他 以中国大陆为根 有什么错 他根真是在大陆 这个马英九当然 他是国民党籍人 籍贯 是湖南省 商谈院 他老爸 就是 马鹤灵 他出生在 英属香港 即是当时殖民地的香港 九龙 游华地 1952年 随着雙亲 他两岁就已经去台湾地区 最近因为 我很多台湾亲友 移民了来这里 其实我认识了很多这些人 他们说的口音跟大陆一模一样 有些是 满月都未够就到了台湾 其实他们 亦都大声地说就是中国人 有什么问题 条根在大陆有什么问题 你们真是法西斯 人家这么说也不行 而且不是他说是你 代他说 其实 马英九曾经是担任过 蔣经国先生 英文翻译 之后 就是 出任 第一局 副局长 后来 又出任其他的官职 1993年 就是 受 连战的邀请出任法务部长 人口法务部 当然后来 他就成为了台北市的市长 2005年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 07年 因为 这个 特别 废案起诉而辞职 并且 同日就宣布 参选08年 台湾地区 领导人的选举 08年 马英九就以700 几万票 接近六成的得票当选 亦是 实现了第二次的政党轮替 12年亦是连任 其实 两岸关系现在 其实马英九 老实说 祭祖 有什么问题 说真的 应该跟习近平 会面也没问题 不过 现在倒内的政治正确 不可以讲统 而且他从来都没有讲过 你们的陆友已经是这样对他口珠不佛 多么恐怖 这些劣失落政治来的倒内就是 我说的 好 这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